人类的文明史 是两类人创造出来的 物质文明是科学家 精神文明是艺术家 科学家之所以成为科学家 一定要有心理思想 画家旧的那个技法 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心理思想落实在画面上怎么办 做实验 因此我就说 画史是实验室 可以看老师的他的整个艺术生涯 他到一定的时间呢 他都会尝试新的这个技法 然后创造新的风格 所以他从最早的用那种 狮子精的抽筋剥皮尘 到后来他发展出太空画 然后又发展出这个水踏 又发展出这个字幕 他就是会不断的自我挑战 然后再创造新的风格形式 所以我就从1961年就开始 从油画回归到水木画上来 1961年到1963年 这两年里面我做了很多的实验 我自己形容 我那个两年呢 叫做零产前的秤通 因为中国的点和线都是黑的 所以后来我就在想 如果说把白点也加中国画里面来 那不是就把中国画的这个表现领域就拖宽了一倍吗 他表现能力也增强了一倍 因为我当年为了要从油画回到纸墨上来的时候 我还去参观过造纸厂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这一张纸抄好了之后 再抄上一层纸巾在上面 等到干了之后 把那个纸巾一撕的话呢 下面那个白纸就透出来了 那不就变成白的线条了吗 所以我就在这种一样的思想上面 用了狂潮的笔法 然后以一种抽象的概念来画这三水 跟传统的就大不相同 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 观念也不一样 所以因此在1963年 自己的风格慢慢就呈现了 就是我自己自问 犯宽那个西山行旅 那么写实的一张画 为什么对我来会感动那么深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反省觉得 抽象是画家的一种概念 但是这个概念怎么样 借什么形体来表现 这个画家可以有选择 他也许用具象的话来表达他的体会 如果他这个具象的话表现不出来 当然他也可以创造他个人的抽象形式 所以我就在写实跟写意 或者具象和抽象 就是在这个中间去寻找那个艺术的本质 结果后来我就在想 我能不能用我的语言 把那个犯宽心旅的感动啊 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他画了一系列的粗力 结果呢始终没有太满意 后来我做了这个用编艺术的影响 把上面那个山头啊 就变成了一个窗户 我就画了很多张的这个 谁在里谁在外 还有窗里窗外 后来的花灯那个造型啊 我觉得也不错 把那个中间呢 就挖了个洞 给它取名就叫元宵节 也就正在画这个构图的时候 美国的太空船就造了这个宇宙的照片 我一看了就非常感动 感动之后 我这个元宵节的方块给它拿掉 我说这不是就是太空画吗 对刘国松先生的艺术思想和他的那种理论 他实际上是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来设计自己的这条路的 所以他对中国传统的研究 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 你比如说他对自然的崇尚 自然 自然不是大自然的意思哦 是自然而然 顺势而为 不露痕迹 这个意思 而自然在我们中国传统上是什么呢 中国传统评论那个绘画 分成九等 这九等之外 比这九等还高的一等是什么呢 自然 所以刘先生对自然的这种尊崇 这是他深言传统的结果 中国美术史上面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中国的绘画 除了文人画之外 还有板画 农民画 绣画 刻丝 最后呢 还有个火画和水画 那我就开始去试验火画 结果试验就不成功 所以后来我就在试验水画 我说水画啊 一定跟水有关吧 拿那个脸盆倒上水 墨就在那个水面上 随着那个洞里流动 哎呀 我觉得这个好美 那我就拿圈子一站 那个形状都站出来了 这个线条是非常的自然 这是拿笔绝对画不出来的 同一个时间色彩在水面上的移动 混合啦需要很多严密的管控 在美国的艺术史上 有常在讲表演艺术的鼓励跟发掘 是由Jason Pollard开始的 在做绘画创作的时候呢 他会去研究油料的粘稠度 在撒的时候然后身体的摆动 后来就衍生到后几年出来的表演艺术 所以我觉得水拓对我来讲 他其实前面的准备工作 是在表演 只是一般的观众看不到 我的个性不是那么理性 所以我又回到了感性的这种表现的时候 也特别开心 但是在水拓或者织墨里 这种可控制的偶然效果 用这两种计划 结果就在似于非似之间 抽象于具象之间 所以都在那里游走 所以说我对于石涛的那个话语路 我非常的佩服他 在那个时代 他都可以说画不画 是有我在 你不要说笔不是我传统的笔 墨不是我传统的墨 连这个画也不是传统的画 只要是有我在 就是好画 他的理论 证明我的很多的想法 所以我是看古人的理论 是为了要证明我的这个 创新的想法是对的 而且作为我创作新的风格的一种佐证 所以这是我这个整个的绘画思想 就是这种思想 牵引我都一直在实验 中文字幕 感谢观看